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评论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最近发生的几个震惊事件 首先是特朗普的第二次刺杀未遂 这让人们不禁要问 究竟为何这种事情会再次发生 在佛罗里达州的高尔夫俱乐部 一名持枪男子潜伏于灌木丛中 瞄准这位前总统 却被特勤局的迅速反应所制止 这一事件不仅让人担忧特朗普的安全 也引发了对他在竞选期间及非竞选期间安全措施的深刻思考 接着 我们将转向上海 这座城市正遭受自1949年以来最强台风的袭击 台风被冰卡以每小时94英里的风速登陆 迫使超过40万人撤离 造成了航班和交通的全面瘫痪 让中秋佳节的团圆计划变得一团糟 最后 我们将关注年轻科学家李海增的趣事 这位34岁的材料科学家因心脏病突发的消息 震惊了整个科研界 李海增的早逝让我们深入思考 中国学术界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Span style等于Front weight Bold在高尔夫球场的第二次刺杀 特朗普的安全再度受挑战Span 就在佛罗里达州西宗驴滩的阳光下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悠闲地挥舞着高尔夫球杆 谁能想到一场惊心动魄的刺杀未遂 正悄然逼近 这是第二次有人试图刺杀这位充满争议的领袖 事件再次震撼了全国 尤其是在热火朝天的总统竞选期间 更令人深思的是特朗普的安全防护漏洞 根据南华早报的详细报道 这次事件发生在特朗普的西宗驴滩高尔夫俱乐部 当时一名男子手持AK式步枪 悄悄藏在灌木丛中 透过围栏瞄准特朗普 幸运的是 美国特勤局的特工们迅速出手 开火制止了这一企图 将美国政治推向深渊的行为 联邦调查局FBI将此事描述 未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明显刺杀企图 而这一幕令人回想起7月份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那场惊险事件 7月的那天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集会上演讲 一名枪手从不安全的屋顶上开火 子弹擦过特朗普的耳朵 造成一名支持者丧生 另有两人重伤 随着特朗普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 特勤局的压力与日俱增 他们不仅要保护这位前总统 也要保障成千上万支持者的安全 但在非竞选期间 特朗普的防护似乎并没有那么周密 尤其是在他自己的私有产业中 特朗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距离他的私宅马阿拉哥 仅10分钟车程 这里有27个冠军级高尔夫球洞 和多个活动空间 成为特朗普经常光顾的场所 就在这次事件发生前 特朗普刚从西海岸的行程回来 并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他将于周一在马阿拉哥 发表加密货币的讲话 这显示他仍然活跃于公众视野之中 棕榈滩县警长李克·布拉德肖 在简报中提到 由于特朗普不再是现任总统 安全措施放松了不少 他指出 如果特朗普仍是总统 全场会被层层包围 然而 现在的安全 仅限于特勤局能控制的范围内 尽管如此 布拉德肖对特勤局特工的快速反应 表示赞赏 一名特工在特朗普打球前的那一栋 发现了枪手 并迅速行动 避免了一场可能的灾难 特朗普的竞选顾问 在周日晚间发送的电子邮件中 感谢特勤局的迅速反应 称赞他们的勇敢行为 特朗普的马阿拉哥俱乐部 虽然以其奢华和安全著称 但此次事件无疑再次敲响了警钟 马阿拉哥作为特朗普的官方住所 对付费会员开放 这意味着安全威胁无处不在 过去 特朗普曾在俱乐部露台上 策划重大国家行动 这使得安全问题更加复杂 特勤局发言人安东尼·古吉尔米表示 该机构正与FBI 棕榈滩县警长办公室 及其他执法机构密切合作 调查事件经过 这一事件引发了特朗普盟友的强烈反应 例如纽约国会议员伊丽莎·斯特法尼克 对特朗普安全无恙表示感谢 同时质疑刺客如何能接近特朗普 宾夕法尼亚州的两位国会议员 则对政治暴力深感担忧 谴责一切形势的暴力行为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也表示 州政府将展开独立调查 了解刺客如何能够接近特朗普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声明中 对特朗普为受伤感到松了一口气 并强调在美国没有任何形式的 政治暴力的立足之地 他只是工作人员 确保特勤局拥有所有必要的资源和保护措施 以确保前总统的安全 Span style等于Found weight Bold 台风被冰卡肆虐上海 40万人撤离Span 在上海这座繁忙的都市 当被冰卡台风 以每小时94英里的风速袭来时 整个城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这次被形容为 自1949年以来最降的台风 不仅摧毁建筑物 还迫使超过40万人撤离 据美联社报道 这场台风的袭击 让这座拥有2500万人口的城市 深陷危机 随着台风逼近 上海的航班 渡轮和火车服务 全部暂停 这对于正值中国三天中秋节的旅客来说 无疑是一场灾难 从周日开始 上海机场取消了数百个航班 而在距离上海约170公里的杭州 当局也计划取消超过180个航班 许多家庭的团圆计划因此泡汤 原本期待的中秋佳节变得暗淡无光 国家媒体报道指出 超过6万名紧急救援人员和消防队员 已在上海待命 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到周一位置 已有超过41万4千人被撤离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显示出台风威胁之大 被冰卡于早上7点30分 在浦东商业区登陆 最大风速达到151公里每小时 94英里每小时 预计还将影响浙江 江苏和安徽省 上海这座城市虽然经常面对各种自然灾害 但如此强劲的台风相对少见 通常 这类台风会在中国南部登陆 上海居民对于这样的情况 感到既惊讶又恐惧 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们的经历 描述了台风来临前的紧张气氛 和撤离过程中的不安 与此同时 其他地区也在承受着台风的影响 早在本月初 台风雅吉 腰地 已经袭击了中国南部的海南岛 并在东南亚造成了严重破坏 在缅甸 雅吉造成至少74人死亡 还有数十人失踪 在海南 也有4人报道死亡 泰国和菲律宾的死亡人数分别达10人和20人 越南的情况更为严重 报道显示 因台风及随后的洪水和山体滑坡 也有超过230人丧生 还有数十人失踪 这场自然灾害的影响范围之广 让人不禁感到心痛 在这样的灾难面前 无论是上海的居民 还是其他受灾地区的人们 都展现出了坚韧不拔的精神 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互相鼓励 分享避难所的信息 并提供帮助 这场台风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但也让人们看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 Span Style等于Font Weight Bold 年轻科学家的早逝让中国科研界反思 Span 在34岁的黄金年华 材料科学家李海增的突然去世让中国科研界震惊 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科学家因心脏病发作而英年早逝 南华早报报道 李海增的去世让许多已经意识到当前科学家面临巨大压力的人感到不安 机器人科学家耿涛曾在英国大学工作 现在是中国一家初创公司的创始人 他表示对国内学术界的激烈竞争和研究人员早逝的悲剧深有体会 但李海增的去世仍然让他感到震惊 李海增1990年出生 是山东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的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 他的研究集中在可穿戴电子设备 能源储存和电质变色设备等热门领域 过去五年 李海增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 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了30多篇论文 获得了三项中国发明专利和一项美国专利 李海增在青岛科技大学主修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2011年获得学士学位后 在上海东华大学继续深造材料学 并加入南洋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李宝石院士领导的团队 2016年毕业后 他在香港城市大学短暂担任研究助理 随后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从2017年至2020年 随后 李海增被选入山东省海外优秀青年计划 该计划旨在吸引优秀年轻科学家回国 提供三年60万元 约合84,600美元的资助 李海增也是多个省级人才计划的获奖者 2021年 31岁的他被山东大学聘位正教授 这在竞争激烈的国内学术界中是一项不寻常的成就 浙江财经大学的讲师谢靖指出 李海增的职业生涯发展速度非常快 在中国大学 从助理教授晋升为教授通常需要平均13年的时间 李海增的卓越产出不仅为他赢得了晋升机会 也为他带来了荣誉 2022年 他被国际显示学会认定为四位年轻中国领袖之一 这在显示行业中是一项重要的认可 然而 李海增在30多岁时因心脏病去世 这并不是中国科学界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悲剧 今年4月 南京林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学院的副教授宋凯在38岁时去世 据澎湃新闻报道 宋凯因为通过首次任期评估而自杀 一个月后 华中师范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员黄飞在41岁时因病去世 谢靖指出 当前中国年轻教职工面临着更大的职业发展压力 这可能有多种原因 包括竞争激烈的晋升体系 在当前的国内学术环境中 早期职业研究人员如果起步不佳 将不断落后 最终失去竞争 这驱使他们更加努力工作 甚至以健康和心理健康为代价 2022年 在中国科技人才期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 一组研究人员指出 长时间工作是研究人员身心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 根据对全国超过15000名研究人员的调查 超过60%的研究人员表示工作压力大 而36至45岁的研究人员中 有近15%的人表示身体状况不太健康 作者建议 政府硬增加对年轻学术教职工的财政支持 减少他们的行政职责 并为他们提供医疗和心理服务 如果你有自杀念头 或知道有人正在经历这种情况 请寻求帮助 在香港你可以拨打18111联系政府运营的 心理健康支持热线 你也可以拨打 加852-2896-0000联系撒马利亚人 或拨打加852-2382-0000联系自杀预防服务 在美国 请拨打或发送短信988 或访问988lifeline.org 联系988自杀与危机热线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特朗普的第二次刺杀未遂事件 再次曝露了美国前总统的安全问题 无论你喜不喜欢特朗普 他曾是美国的总统 理应享有充分的保护 美国特勤局的反应迅速 展现了他们的专业素质 但事件的发生本身 就说明了安全措施的不足 为什么一个持枪男子 能够接近特朗普的高尔夫球场 这不仅是对特朗普个人的威胁 也是对美国政治体系的威胁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 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